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帮助中共建立网络防火墙封锁真实信息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 不久前在新浪微博贴文悼念不久前逝世的一名计算机系教授 由于方斌兴的微博账号长期处于禁止评论的状态 网友在围观之后只能靠转发来表达意见 不过在转发时都不约而同的附有一句可惜不是你的评论 转发数量越来越大 目前已经达到几万条 可惜不是你是台湾歌手梁敬如的一首歌名 最近被喜欢恶搞的网友附加的句子还变成了下次就是你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方斌兴被可惜不是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讥讽中共当局说是否屏障可惜不是你这个词 对大陆的网上警察而言是一大难题 因为封杀了梁敬如的歌曲也将无辜被屏障 据大陆媒体报道 最近中共公安部将在北京 对全国1400多名新任市县级公安局长进行集训 以强化公安部门的维稳能力 评论认为 中共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在18大前对付民众的措施 也是中央以公安系统取代政法系统维稳工作的实际步骤 公安部重长实权 继陕西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之后 福建省又爆出一起强制大月龄孕妇堕胎事件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福建先游县农民吴良杰的妻子潘春烟怀孕近8个月 当局要求他们交交超声罚款5万多元 但是交钱三天后 潘春烟仍被强制引产 吴良杰要求惩治违法官员 目前负责冯建梅一案的北京律师张凯 协同律师徐灿已经接受吴良杰委托办理此案 目前福建当地官员希望与吴家进行谈判和解 另外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冯建梅丈夫邓吉远目前已经回到家乡 并准备接受当地政府的和解协议 原因是邓吉远身患癌症的妈妈不同意打官司 此前邓吉远一直坚持要求赔偿和追究当局的刑事责任 并表示不会接受政府的和解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